李小旭在比赛中比血之流,北京时间8月翻运,中国南篮篮队以96比62击败的安哥拉队。 中国球员李小旭全场比赛拿到八北九篮板和四次助攻,其中四次助攻数是全队最高,一向以篮板著称的李小旭,在国家队又化身成了助攻王。 今天的比赛是李小旭在4月22日结束上赛GCBA总决赛后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亮相,很多球迷非常期待他今天的表现。 此前球迷们所知道的关于李小旭的新闻,就是他夏天一直和贺天局一起在美国进行特训和伤病的康复。 经过一个半月的训练,他不仅收获了一身有黑的皮肤,同时体质率也从11%下降,到了9.2%,身上的肌肉和线条变得非常明显。 7月中旬李小旭回国后,很快来到蓝队报道,并且在今天得到了出场的机会,李小旭出场后就开始积极的给队友创造机会。 首节比赛还剩1分20秒10,李小旭杀入了到安格拉队禁区,此时进攻机会已经出现。 不过他发现了敌脚机会更好的吴钱,李小旭毫不犹豫送出传球,帮助吴钱命中,那个人连薛的第二个三分球。 中国队也以21比11获得了两位数的领先。 在这次三分配合前,李小旭就已经给吴钱送出过一次妙传。 当时李小旭将球掉下篮下,吴钱通过反逃,获得了上空篮的机会,轻松拿到两分。 除了河外线球员之外,李元宇和任俊飞也接到了李小旭高低位的精彩传球。 从而在篮下拿到分数,出了传球,李小旭到老本航篮把球也没有放松。 第三节比赛中国队36比31领先,比赛暂停回来后,中国队连续进攻不中。 李小旭同一个回合那两次,在阿阿哥拉队球员,头上摘下进攻篮板,让人印象深刻。 今天李小旭唯一的遗憾,就是投篮命中率稍线有些低。 除了第二节比赛还剩七分钟时,他断球成功后轻松一条龙上篮灌篮的手的镜头外,他的多次运动战出手,都已添出高中。 而且罚球命中率也不高,一直到第四节开始后,李小旭才命中了一几个人标志性的中投。 最终他的数据停留在了八分九篮板和四次助攻,而他在比赛中还一度被对手撞到面部鲜血直流。 可仍然坚持留在了场上,群能而富有经验的李小旭,将成为中国男篮篮队后两场热身赛场上经验最老道的球员。 面对塞尔维亚和乌克兰这两支实力更强大的球队,李小旭可以带领球队打出怎样的表现呢? Eric 经讨讨讨讨论 感谢观看